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连嫦娥最初是男子这样的隐秘译文都收录其中 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归藏 在如今很多的悬疑盗墓题材小说中 已经一书出现频率相当之高 几乎每一个算命先生或者摸金校尾 对已经都颇有研究 但是仅仅是周一已经无法满足主角装笔的需求 作者们往往给主角们添加了 可以推演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能力 而这种所谓神秘的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就是和周一并称三义的连山义和归藏义 归藏这本古籍最早成熟于两汉之间的周理 《山海经》之中也有对归藏的描述 周理春观宗博中记载 太部长三义之法 一约连山 二约归藏 三约周一其精卦皆八 其别界六十有四 这是在说 连山归藏周一是三种不同的战事方法 他们的共性在于 三者都是由八个精卦重叠出的 六十四个别卦组成的 三者的区别就在于 连山是夏朝所用的义 归藏是阴义 皇帝义 而周朝人选用了周一而已 根据东汉学者环潭 在《新论正经》中的记载 归藏四千三百言 藏于太部我们可以得知 至少在汉朝 人们还是可以见到归藏全文的 遗憾的是 随着三国时期战乱的到来 以及曹操设立的 所谓发修中郎将得有意垄断 归藏全文逐渐散意 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之中 直到公元二百八十年 河南卫辉市西南的江湖上 出现了一个混号不准的摩金校尉 他的手段极为高超 对于刘沙 连读等大墓中 常见的机关暗器都有破解之法 他运用摩金校尉分金定学的 不传秘书 成功锁定了 集郡当地的一处战国大墓 不过令这位摩金校尉遗憾的是 这个战国大墓已经被前辈们 光顾过了 之前的东西没剩下多少 但是本着从不走空的原则 这位大盗便从墓中 倒出了一批古迹 要知道在魏晋时期 书籍可是只属于 高门大族的奢侈品 尤其是那种古本真品 更是可以说价值连成 于是不准带着古迹从墓中出来 来到了当时的古玩市场 却没想到诚信而来 败信而归 因为这本失传了近千年的古书 到了西景 即使是再出名再博学的学者 也不认识他了 没有哪个高门大族 会拿一本别人不认识的书来装毙 卖给了 当时对这本书还有些兴趣 在他看来完全是书呆子的古文学家 但正是这种阴差阳错 让这本上古奇书 在魁为人世间近千年后 才得以重见天理 事实上 归藏的发现 要归功于两位书呆子 这其中一位便是 当时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树西 264年至303年 他曾经见过不准带出来的古书 在他的一番研究下 只能推测出来 这些古书上面写的大概是一书 但究竟是哪种义 他就不得而知了 于是在《禁书树西传》中描述 七经二篇 与周一上下精同 一周阴阳光二篇 与周一落同 咒词则矣 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 树西所见到的那两篇 一周阴阳光 应该就是归藏 但是因为树西本人并没有见过归藏 所以他也没法确定 但这也给了接下来一位学者研究的方向 树西之后 又一位大学问家寻序觉得 不能让这些古书埋没 他便依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干大气 厚着脸皮游走在各大家族的藏书室里 试图从那些高门大族号卢燕海的藏书中 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没想到的是 在他的薄仙努力下 还真让他找到 根据这些一书与周一相似 咒词则矣的特征 循序准确地判断出 他们就是归藏 并将归藏之名写在了《中经心部》中 后来 我们熟悉的郭仆先生 还根据这个归藏 为《山海经》做了注解 其中就引用了《归藏中》的启示 《正母经》等篇章 遗憾的是 这本失而复得的上古真本经历了第二次的浩劫 唐朝末期 皇室衰弱 国度六姓 天子九千 让这些在战争中 毫无价值的所谓鬼神之说无人保存 消失在了唐朝末年 皇朝等农民起军的祸害之中 此后送援明清民国等朝代的所有学者 像苏氏 汤贤祖 唐伯虎 纪小兰 王国威等等众人 再也无缘窥见这本象征的华夏文明起源 如同文化祖宗般的珍贵古籍 经用的是 似乎冥冥中自有定数 老天也不想让这本华夏文明之祖 就此遗失 在一千年之后 又一次给了世人重新拿回的机会 时间来到1993年 湖北将领荆州镇下一个名叫 邱北村王家台的地方 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秦朝时期的墓葬 在这其中发现了多达813枚竹简 在经过文物修复专家细心修复后 这皮埋在地下超过2000年的竹简 终于显出了它的真面目 这800多枚秦竹简种类繁多 不仅有效率 正是知常 日书 在一站等等真本古籍 更是出现了归藏全文的身影 这本横跟华夏5000年的传奇古籍 在经历了两次近2000年的消亡后 再次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更幸运的是 如今捧在手心阅读这本古籍的人 还是同5000年前别无二致的炎黄子孙 那么这本从商朝时期就流行开来的归藏译 究竟都记载了些什么呢 既然叫它一经 那必不可少的便是所谓算命新生常用的 由八个金挂重叠出的64个别挂384摇 和常用的周易不同 归藏的挂像是按照 前 对 离 阵 逊 坎 耿 坤来排力的 并且有天地金水火风山目的概念 其挂许是 天 前尾 金 队尾 山 离尾 水 震尾 火 逊尾 风 坎 木 梗 梅 地 坤 梅 至于其他更为深耀的一经知识 由于脑部军本人才书学起 难以向大家讲述了 那么刨除这些晦涩难懂的挂像 事实上 龟藏仪还在这些挂像中 引申出了对应的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中不乏一些有趣猎奇的内容 下面我就来分享两个 这第一个故事是跟大宇的儿子夏季有关 在一般的历史故事中 夏季往往是一个正面形象出现的 作为第一个王朝的创始人 他只用双拳开疆拓度 开创了华夏文明的崭新篇章 然而在龟藏仪中 却将夏季当作的反面教材来处理 甚至和贡公这种被视作妖的人 放在一块论处 书中记载 夏后骑士已登天 为帝王者想脱离民众 天理不容 故事扶梁而投之渊 一丝旧事 他如同当年的贡公一样 怒撞不周山后就被封印在了深渊之中 那么龟藏与历史 究竟谁对谁错 孰是孰非呢 第二个故事也很有意思 那就是嫦娥在龟藏中的记载 竟然是个男性 龟藏中记载 西者恒我切无死 只要于西王们 扶之以悦 将往 而眉占于有皇 有皇战之悦 即 偏偏归美 独将西行 逢天会盲 无惊无恐 后且大称 恒我最脱身于悦 是位蝉除 在龟藏的记载中 嫦娥不仅没有成为悦公中的仙女 反而还成为了一只蛤蟆 更有学者认为 在龟藏的记载中 恒我二字甚至不是嫦娥二字的通甲字 而是有他实实在在的意的 一些学者认为 恒字 是在形容月亮由残月日渐隐满的样子 隐身后则是恒久 坚定的意思 而我字 在古文中的形象 则是一个手持兵器的威武大汉 那么派遣一个坚定威武的士兵 前去偷取灵药 最后变成癞蛤蟆 似乎也更符合整个故事的逻辑 或许商朝人见过的真正的嫦娥 不是一个软蒙妹子 而是像燕双鹰一般的凡人之躯 是比肩神明的特种兵呢 那么目前对于龟藏这本上古神术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 其所包含的种种诡秘传说 也不胜枚举 相信将来有一天 学者们将龟藏研究透彻以后 龟藏中的各路神仙妖怪 也会像山海经 西游记一般家与户晓 众所周知 成熟于西州早期的《乙经》 被誉为天下第一千古奇书 其核心内容为八卦 八卦是谁创作的呢 八卦又是根据什么创作的呢 医学界千年一来莫中一世 到了宋代臣团将和图 洛书传于世 智慧的古代仙者 玄机和图洛书中 捕捉到了八卦的身影 于是八卦起源于和图 洛书之说占据了 一谈的主导地位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和图洛书又是谁创作的呢 根据目前的科学技术和考古资料 要做定论还没时过早 有学者推测 和图洛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它绝对是比地球文明程度高的 多的外星文明的产物 是比地球人类智能高级的 多的外星人所做 并馈赠给了地球中国人 绝不是节省济世的原始人 所能够创造出来的 众所周知 福西是中国传说中原始不落的首领 而戏词又说八卦为福一所做 从时间推算 则八卦当产生于考古学上的 新石器时代 黄河流域养哨文化的初期 八卦又一河图洛书而作 那么河图洛书应产生于更远古的时期 当时人类智力水平和生产力都十分低下 你能想象出些美们住在牧主之甲 用泥草涂抹的房屋里 吃着千辛万苦采集而来的野果 和捕获的猎物或少量的农产品 半机半饱的一边用绳子打劫技术 一边又向高智回生 命一样研究宇宙的创生极其运动规律 进而做出河图洛书嘛 中国古代有天子成龙的传说 本来龙是根本不存在的 古人为什么相信天上有龙呢 说完上说 林冲百六时 而龙为之常 龙能用能名 能小能大 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入院 这种能发光 能变暗 大小可变化 能上天下海的龙不正式飞蝶的化身吗 如果古人没见过这种飞行 其怎么会产生龙的概念呢 早在原始社会 归以作为京士族部落的图腾被加以崇拜 大代理中有这样一句话 甲虫三百六时 而神龙为之常 大罗书也有同样的描述 灵规者 玄门五色 神灵之精也 上龙法天 下地法地 能见在王 名于凶己 王者不偏挡 尊弃老则处 同样 这种能上天入地 能遇见生死存亡 明了天灾地祸的神龙 不正是外星人乘坐的 蝶行飞行器的形象写照吗 不过 可能有人会说 古人崇拜龟是因为龟的寿命比一般动物长 可是 即便古人想象力在丰富 又怎么想到这种动作迟钝的龟能上天入渊 且能预测风云呢 因此 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 有人这样设想 在五六千年前 外星人将河图洛书的图案 分别画在雪茄形和蝶形的飞行器上 在人口相对集中的黄河和洛河出现 居住在沿河两岸的人们 看到这种会有图案能活动的飞行器 必然当作龙马和神龟 由此说出了天生神物 圣人则知这样的话 从此奠定了东方文明的基石 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 这些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推测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 这两本书中都写了什么 大家知道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经历了地心说日心说后 现在认识到银河系 和外星系也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 围绕着一定的中心旋转 自周大爆炸理论认为 原始的宇宙物质爆炸后 形成了宇宙中心 这个中心点相当于星星的中心 和太阳系的太阳 科学家称之为起点 爆炸后 宇宙物质被强烈的爆炸推力 抛射到四面八方 在旋转力的作用下 宇宙物质就朝着原来的旋转方向 继续旋转下去 由此可知 围绕中心旋转运动 是宇宙创生时 一切物质固有的普遍规律 然而这样的规律 竟然在洛河二书中也能找到 从和图洛书中 我们非常直观地看到 和图洛书外圈数里 都以五为中心 五又以灵为中心 而形成了万五围绕中心的结构 将和图与洛书结合起来看 一幅围绕中心五 五又围绕中心灵旋转的和图 洛书图即刻在眼前旋转起来 这不就是一幅活灵活现的 宇宙旋转运动模型吗 和图洛书中心的灵 即是被科学家们称之为 宇宙大爆炸中心的起点 魅居四正四围围绕起点旋转的 一二三四六七八 九八个数里 不就代表着原始宇宙大爆炸后 被抛向四面八方的宇宙物质吗 不就是洛书中的代九旅一 左三右七 二四围歼 六八围足的八个挂吗 这才是真正原始一的先天八卦数 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先天卦数前一 对二 离三 阵四 一五 砍六 梁七 坤八 不过是一个八卦生成的叙述而已 原来宇宙四面八方的这八个数 便化生出万事万物 综上所述 河图洛书反应的 难道不是宇宙演化创生的过程吗 那么 河图洛书中心五这个非同反响的数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中国古代 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日月星辰对地球的影响 他们找到了北极天中水差 很微小的北极星这个中心 凭周眼观察到北极星所在的小熊星座 有五颗星在一起 旁边还有四颗腐星 于是北极星就成为 万星拱巢的北极天的中心 古人句子定下了 河图这个中心五 这个中心五的定位 其意是超时空的 飞碟探索2001年第六期 发表少利奇先生 无限宇宙 奇星结合的文章 文中说 用现代大型地面天文望远镜 和卫星上载的哈勃望远镜观测 不难发现太空中任何一部分区域 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像银河系一样的星星 我们称之为核外星系 也就是说 在地球上观测到的天象 与宇宙中任何星球上 观测到的天象是一样的 也即在地球上观测到的 北极天中心五颗星 所组成的小熊星座 在别的星球上也能看到 所以 这五颗星组成的星座 极是宇宙的中心数五 中心五中四个白圈 又代表北斗七星斗柄 绕北极星旋转所形成的东 南 西 北河春 夏 秋 东这四个方位实力 五减四 三 二 一 变得一 二 三 四 这四个数 五加一 二 三 四 变得六 七 八 九 这四个数 宇宙一五为中心 形成了对称平衡和谐的一至四 六至九等八个天地自然之数 加上中心数五 天地之数共九个 河图原本应没有十数 十是后来加上去的 一再达到包括五在内的天地阴阳之数的对称 这虽不合河图的本意 但也符合整个天地之数的平衡对称 故可成立 河图中一 六代表北方谁 二 七代表南方火 三 八代表东方木 四 九代表西方金 五居中央代表土 河图洛书又共同反映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 金 木 水 火 土又代表了太阳系五大行星 在河图洛书中 一样由北方而生 由西向东周而复始的左旋 反映的是北斗七星斗柄的运行规律 一样由南方而生 由西向东周而复始的右旋 反映的是行星的运行规律 太阳系是宇宙的一个缩影 所以河图洛书反映的 也是整个宇宙的运动规律 如此深邃的理论 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原始人节省技术 这样的话来解释 所以有学者站在外星高级文明的角度 加以推测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设想虽然很生动 但毕竟还未经过科学加以论证 所以只是人们对外星人作用于地球文明的一种猜测 如果把这种猜测证明为事实 则尚需时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